原标题 少成千上万的家庭都因为战争而针离破碎 历史上战争场面最大波及范围最广的当属于二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隶属于反法西斯同盟国和法西斯着星国之间的战争 最终以同盟国的胜利结束了战争 不过今天笔者要给大家谈论的话题是 欲去奋战却输得最彻底为何英国会成为二战中最大的输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概况二战的起因 从大的方面是当时的世界性经济危机 从小的方面来说笔者认为就是一战的遗留原因 因为一战对德国过度的压榨以及德国的政治体制 为二战的发生埋下了火苗 二战还没开始的时候 德国领袖也只是一点点的试探 奈何英法等国一路忍让 时任英国首相的张伯伦采取绥靖政策 对德国的军事行动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 这也就纵容了德国 此外在1938年9月 英法德裔四国首脑共同签署的牧林黑协议 更是德国的阴谋 从而麻痹了英法的首脑 这也是当时绥靖政策的顶峰 当时的德国已经表现出了他的野心 时任当时英国海军大臣的丘吉尔 既然认识到了这个问题 但是不是首相的他 从有些力不从心 后来在德国法西斯的野心完全暴露之后 张伯伦最终被迫下台 修吉尔开始了他辉煌的英国首相生涯 展开全文受伤最深的英国英国这个国家 大家都很清楚 二战当中就是因为他的顽强抵抗 艰难地阻挡了德义法西斯继续肆虐的脚步 最终取得了胜利 但是不得不说是 在这场反法西斯战争中 英国完全是惨胜 英国之所以成为日不落帝国 就是源自于他的工业革命 以及海外殖民的经 既版图 曾经在海外的殖民地 也因为二战的缘故就此纷纷独立开来 并且二战当中 英国的大量商业船只 很多都受到了德军的干扰 甚至是毁坏 这样就相当于 在经济上进一步封锁住了英国的发展 英国在最开始与德军的对战中 完全处于劣势 不仅是时机还是判断力上面 显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以至于在后面的战争中 到处受别 一方面是英国的战场开辟太多的缘故 一战之后 英国可以说是最有钱的国家 然而战线扑得太过于长 这也造成了英国不仅是攻击还是兵力 都很难继续维持 在殖民地和本土与德国 日本的对抗作战 直接导致英国的实力大大减弱 不管是工业革命还是殖民地掠夺 都让英国有了资产积累的时间 虽然战争打的就是钱 但是就算你再有钱 也经不住战争的持续 更何况 英国的所有贸易 主要还是依靠海上运输 当时英国的黄加舰队就是为了保证英国的海上大权地位 但是二战之后 海上几乎没有了英国的立足之地 美国做收于翁之力想必各位都清楚 美国的参战的直接导火索 就是日本轰炸了美军的太平洋舰队 美军在中途岛取得胜利 扭转了太平洋战局 美国在二战前期 一直都是扮演着后勤攻击的角色 将自己国家建造的军火 以及后勤物资 卖给其他作战国 这让美国在二战当中成为受益最大的国家 前文提到 英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霸主 就是因为它海上贸易的繁荣 然而在二战中 英国海上航线受阻 物资损耗巨大 导致许多战争的必需品 都是由美国供给的 这也就变相地 将自己的经济大权拱手交到了美国 以至于英国首相在战争中期 一直作为一名说客 力求劝说 美国能够参加到 这场反法西斯的战争中去 总结由于战争留下的千疮百孔 导致了英国的经济衰退 及 及海上霸权的沦丧 曾经的老大哥英国 再也不复当年辉煌和成就 再加上二战之后 殖民地国家的独立 便进一步加速了英国的衰落 不可谓不惨的英国 自然成为往二战之后 混得最差的国家 虽然战争获得了胜利 但是战争的创伤 美国的崛起 以及苏联的战后经济复苏 彻底的 让日不落地国 沦为二战中最大的输家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